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不 日本不会保卫台湾 日本的目标是在岸田文雄首相的领导下 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 2022年12月16日 2022年12月16日 岸田政府批准了三份新的战略党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防建设计划 根据新战略 日本的目标是在五年内 将国防预算从目前约占GDP的1% 提高到大分之二 此外 日本决定从美国购买巡航导弹 以发展反击能力 这是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 实际上意味着先发制人能力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 但日本是否准备好在地区安全中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对日本新政策的一大考验 是台湾海峡持续的紧张局势 许多来自日本的非官方声音 主张东京为台湾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援 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后 大胆宣称台湾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 安倍的言论一直被执政的自民党要 一批内部的政客们所延续 2023年夏天 前首相现任自民党副会长麻生太郎 在台湾发表演讲时宣称 日本台湾和美国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时 必须有战斗的决心 在2024年1月的另一次演讲中 麻生太郎宣称台湾危机对日本构成国家生存的威胁 国家生存威胁是日本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 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 当与日本关心密切的另一国 面临对日本生存构成明显和迫在媒介的危险的 伪装攻击时 政府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 换句话说 麻生太郎是在暗示 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 日本可以派遣其自卫队列斯基伊尔保卫台湾 许多台湾人认为 麻生太郎和已故安倍晋三的这些言论 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官方政策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 2022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 43%的受访者认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日本将保卫台湾 相比之下 只有42.8%的人认为美国会保卫台湾 令人震惊的是 更多的台湾人认为 日本这个宪法限制打仗的国家会保卫台湾 而不是美国是唯一一个宣布在某些条件下 承诺保卫台湾的国家 所以60%的受访者认为 当台湾面临中国入侵时 日本会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援助 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 这不仅仅是台湾常人的看法 甚至政府官员也认同这种信念 台湾外交部发表特别感谢声明 感谢麻生太郎的评论 台日关系协会一位外交官 在访问台湾外交部时 援引麻生太郎的话说 在与中国的台海战争中 日本将与台湾作战 在分析麻生太郎最近言论的有效性之前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不是一个可编辑的来源 尽管麻生太郎在自民党内身居高位 而且是前手下 但他并不代表日本的官方政策 当被问及这一评论时 日本外务省官员评论说 麻生的言论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并拒绝进一步详细说明 麻生的言论与日本官方立场之间的联系 他试图将该部与麻生太郎的评论区分开来 这很能说明问题 麻生太郎被语为荒诞之王 例如在评论2019年日本的人口问题时 麻生太郎声称问题源于女性没有孩子 当被问及为什么日本死于COFI第19的人数低于西方国家时 麻生太郎回答说人与人之间的文明长度不同 这意味着日本人比西方人更文明 在他最近的误言丑闻中 麻生太郎公开贬低外向上川养子的外表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麻生太郎称上川为那个老妇人 并评论说我不会说他很漂亮 鉴于麻生太郎发表清帅言论的记录 其中大部分是他最终在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对时收回的 麻生太郎在台湾的言论很可能只不过是他标志性荒谬言论 哪些因素将决定日本对潜在的台海危机的反应 日本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台海战争是否会触发日本的集体自卫权 国会必须批准这种情况是对国家生存的威胁 并授予总理和国防部使用武力的权利 但是这种批准很难获得 反对党首先投票反对集体自卫权 很可能反对日本派遣自卫队参战 即使是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民党 也可能不支援向台湾派遣军队 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和平主义立场 即使满足了第一个条件集体自卫的三个条件中的另外两个条件 没有其他手段来应对威胁和自卫使用武力 仅限于最低限度的必要水准 也非常模糊 国会需要更多的辩论才能确定太遣自卫队的指导方针 与此同时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计划以打闪电战为中心 目标是在数周甚至数天内夺取台湾 国会内部的政治辩论可能会推迟日本的反应 在最坏的情况下 由于国内政治争端 日本将发现其反应太少台湾 此外公众反对日本卷入潜在的台湾冲突 根据2022年的一项全国调查 只有22.5%的日本受访者支援自卫队在台湾冲突中 与美国并肩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而74.2%的人反对 此外只有44.8%的人支援自卫队为美军发挥非战斗支援作用 而51.1%的人也反对 对于日美关系来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 联盟是只有大约一半的受访者 支援反对美国在台海冲突期间使用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而另一半则赞成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供美国军事使用 即使冒度阻碍日美关系的奉献 安全联盟 这是来自外交官的文章摘要 六度辩论由此进行多强度分析 作为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六五天 我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论坛 今天我们将就一个深度话题进行讨论 那就是日本是否应该能够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 防卫台湾地揭示了一些内在的复杂性和不同的观点 这为了国家间的安全关系 历史经济以及政治纷争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辩手 来自正发的涛涛和来的 他们都将根据自己的研究理解和观点来论说辩论这个问题 为了支持这场辩论 每个阶段我们都会引用当前的时间历史深 相关数据统计和研究来证实他们的论点 我们希望这场辩论能使我们的观众了解到这个复杂问题的多个维度 以及不同方的观点和立场 最后我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 辩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赢的比赛 也是为了激发思考挑战我们的观念 让我们对事物有全面的了解 我们也希望你们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通过提问或者分享自己的看法来丰富我们的思考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请正方辩手涛涛阐述他的观点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我认为从多个角度看 日本有能力 也有可能会在台海冲突中保卫台湾 历史 政治角度 以及经济关系 都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支持 首先 从历史角度看 日本与台湾 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 1895年至1945年 日本曾经长期统治台湾 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有一些负面的效果 但在许多台湾人的眼中 日本的这段统治时期 却是秩序井然 社会比较稳定 该地区的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这种历史关系 使得日本与台湾的关系 有了深远的基础 然后是政治因素 近些年 日本与台湾的政治关系 日益紧密 就在几年前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 台湾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立场 此外 日本在一个中国原则 与实质关系上的独特折中立场 也为日本在台海事务中发挥作用 提供了可能 在经济方面 台湾是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日本则是台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两国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 由此 日本有保卫台湾的重要经济利益 最后就是军事角度 日本近年来 在军事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 政府计划在五年内 将国防预算从原来的GDP的1%提高到2% 并且在新的战略中明确表示 要发展反击能力 这都表明日本具备了在台海冲突中 发挥作用的基础 综上 从历史 政治 经济 以及军事四个角度看 日本既有能力 也有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保卫台湾 虽然公众观点和选票政治 也会对这种可能性产生影响 但在面对这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时 日本作为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 和战略考虑的国家 是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出手的 谢谢 我是反方变手牙牙 我要反驳正方滔滔关于日本 应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防卫台湾的观点 我将基于多个角度详细引用 利益实施时和权威数据统计资料 首先 日本作为战后 由美国起草并实施的 和平宪法下诞生的国家 这个宪法严禁其拥有能力 对外实施战争的军队 与此同时 集体自卫权问题 一直在日本国内引发热议 实际上 日本自民党一直努力寻求改革和平宪法 以便允许军队具有更多的正当防卫权 包括集体防卫 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 尤其是自左翼和公众 那么 面对可能的台海冲突 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激烈争论 将十分可能阻止日本出手 然后 我们来看日本的军事力量 虽然日本的军事预算近年来在稳步增长 但新的国防预算将把国防开支 从战国内生产总值的1%提高到2% 与那些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 这个数字依然非常低 简单地说 即便有决心 日本目前的军事力量也不足以在台海冲突中发挥有效作用 接着 我们再来看日中关系 无论如何 日本都无法忽视与中国这个大国的关系 日本与中国经济上的联系将使日本在采取任何可能会激怒其最大贸易伙伴的行动时都必须三思 日本毕竟是个经济大国 它不会轻易做出可能对其经济造成严重伤害的事 最后 论及台海问题 美国态度也必须再考虑之列 虽然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有所明朗 但是否明确支持台湾独立尚未可知 如果日本单独出手 可能会损害日美同盟 因此 只有在美国明确表示将军事援助台湾的情况下 日本才可能考虑跟随 在总结我的观点时 我想重申 前派军队保卫台湾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复杂且风险巨大的决定 从历史 政治 经济角度以及军事角度看 日本无法也不会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介入 真正的解决方案应当是通过外交途径 而非军事行动 谢谢 今天我们就有观众朋友们 我是年龄的主持人 六博士 今天我就日本是否会保卫台湾这个话题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辩论 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复杂 多维的问题涉及到历史 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 在我们的辩论中 他的辩手提出了日本有能力和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保卫台湾的观点 他引用了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证据 而阿亚辩手则持反方观点 阿亚辩手则持反方观点 另外日本由于宪宪宪宪宪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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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什么样的想法 您认为日本会保卫台湾吗 欢迎您提问和分享您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